都说分手借人品 自从张欣宇和李晨分手后 很多网友都骂张欣宇 为了上外掏弃李晨等等 再加上他之前一直就是被闻缠身 曾经还被娱乐圈的季节 为王思聪炮轰过 自然而然很多网友 对他的整体印象都会比较大的 但是如今张欣宇大婚 成为君嫂 却获得很多网友的祝福 作为模特出身的张欣宇身材比较好 被娱为性感女神 并不是表演戏专业出身的 她没有什么代表作品 自然在圈中并不是很火 但是相貌比较出众的 她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 23岁的时候 被冯小康发觉正式进入影视圈 后期参演的作品也不少 但是大多都是古装剧为主 张欣宇之所以得到网友的关注 一方面 也是因为她是娱乐圈的话题女王 尤其是在恋情方面 更是成为谈资 张欣宇总共有谈了四人男友 其中和李承分手闹得沸沸扬扬 由于吴卓希在恋爱期间出轨被爆料出来 张欣宇依然决然的选择了分手 可逢明朝和王军赫 这两位不知名的演员也曾谈过 不过应该是和平分手 所以很多网友都不知道 近日31岁的张欣宇在微博中 宣布了自己结婚的好消息 发文称 自己一路上跌跌撞撞的走来 需要学习的东西有很多 自己也曾想过如果结婚 并不是因为年纪或者条件合适 而是因为予见爱情 同时还晒出了婚纱照和结婚照 因为他结婚对象是一名优秀的军人 所以张欣宇也正式成为一名军嫂 很多人都认为张欣宇会嫁给明星 或者企业大佬之类的 但是对方都不是只是一名军官 两人曾一起参加骑兵神犬 当时张欣宇训练一些军犬 而何解正是他的教卦 因为张欣宇很喜爱小动物 录完节目之后 经常去看望节目中的爱犬 于是两人便日久生情 没想到一直是叫黑体制的张欣宇 公布结婚的喜讯之后 将近小半个娱乐圈的明星 都给他送上新婚祝福 最让人意外的就是网友们的评论 也几乎都是祝福 可能是张欣宇嫁给的对象 就让很多人对他产生好感了 从另外一方面也能看出张欣宇 不是人们眼中的众物之女 而且圈中明星好友的微博 祝福张欣宇还幸福的一一回复 看来他真是嫁给了爱情 如今也是是很甜蜜了 但是在评论中韩雪的一句 祝福更是获得众多点在她的首位 同时也让很多网友不敢相信韩雪居然也给张欣宇送上祝福 韩雪一直被网友心爱和支持 就是因为她的人品相当不错 而这次韩雪能送上 祝福说明两人私下关系也还没错 一句祝福更是暴露了张欣宇的人品 能和韩雪做朋友一般人品都不会太差 再加上这次张欣宇嫁给村外人还直接晒结婚照 相比那些双话齐 无数还不结婚的明星强好多 自然很多黑粉也认为其人品不会太差 各位网友你们看好张欣宇和军官和姐的婚姻吗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请举起你发财的小手在上方关注下 小月 喜欢的话收藏或者点赞一下 请举起来